小学生排好队 将菜肉摇到便当盒中 再回到座位享用 每位同学都吃得津津有味 但这样的场景 由于这一波来得又快又猛 不知何时才停止的疫情 学校反复频繁停课 也让团善业者生计几乎撑不下去 我们的运营天数是200天 所以我们在计算时候的摊体的费用 是用200天计算 当疫情影响只有160天的时候 我们根本无法去承受 这样子的一个损失 大家按照你的方式来进行停课停班 结果呢碰到了这件事之后 你又说抱歉这是学校的事 请学校用你自己的基金来处理 去年不是教育部做吗 不是经济部做吗 中央厨房里一箱箱发芽的洋葱 烂掉的高丽菜都变成了厨余堆肥 想捐也捐不掉 让团善业者眼里流泪 心在淌血 而除了未开工 以备料的成本必须自己吞 若来不及工餐 还要退费给家长 业者得自行想办法 摊提所有成本上的损失 今年这些所有的政策方案 团善业者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支援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一个补助 疫情还没有过去 很多产业 尤其是团善业者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纾困 而不是经济部给的政策 维护团善业者的生计 国民党立员党团要求政府 对于业者食材损失跟员工 没有收入的状况 应该给予补贴 并针对疫情停课制定退费标准 不能让团善业者片面承担损失 蓝英更要求教育部提出专案措施 说明如何维系团善 跟教育部间的伙伴关系 让孩子下学期能吃得到 高CP值的营养午餐 记者古山友台北采访报道